外场内居然出现引擎声 一台机车从手扶梯缓缓骑下来 而且一台过了还有一台 只见一辆黑色机车从画面侧边骑出来 两台机车就这样若无其事的 从半开的铁卷门离开 让一旁民众看傻了眼 只是怎么会有人把卖场当成大马路 不管有没有对小朋友都很危险 要是有老人家或是什么的都不好 来到万华一家大卖场 比对磁砖 方位 事发地点可能就在这 跟着机车男的路线出去看看 门外可是停车场 也就是说当时男子事先把车 骑进一楼卖场再从手扶梯下到地下室 让人不禁想问他到底把车骑到一楼干嘛 我们真的不方便说什么啦 真的 那真的也不 晚上的时候停车场就会都关去了 对 下去然后时间到他就关门了 可是里面都还是会有机车 对 还是会有 原来24小时的卖场停车场只开放到半夜12点 比对募集网友留言说出口被关门了 所以机车男想从B1骑到一楼 推测机车男有可能是因为停车场清场了 才异想天开 只是再看一次影片 拜拜 哈哈哈 居然还有人跟机车骑士说拜拜 似乎骑士跟卖场内员工认识 卖商表示目前还在调查不知道机车男身份 但看看手扶梯标语 线中160公斤 机车将骑士可能一不小心就超过了 而且不论理由是什么 骑车即卖场 撞到人出事可就危险了 记者台北战略报道